耶 干嘛离我那么 你过来嘛 你过来 你干嘛离我那么远 好 大家刚刚看了我们的Unit 大家喜欢吗 我喜欢我喜欢 好 那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八 今天话题是说一说 你觉得暖心的小事 嗯 我要离开你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紫头发显得我很黑 哈哈哈哈 没有吧 还行啊 这个上镜好奇怪呀 上镜怎么这么紫啊 真的 你看你不行 我是巴拉拉小摩仙 他好像加了一种很丑的滤镜 好好好 真的是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能想到吗 暖心的小事想不到也只能 要不然想不到你们就说 什么 就刚刚在后台 我被临时耗上来 当MC的 谁中暖心 就是姐姐 哦 很暖心 很暖心啊 就是 很暖心啊 在给你展现的机会哦 对啊 很暖心啊 就给我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对啊 本来应该讲MC的前辈 他故意消失了 没有出现 就是为了让姐姐 让唐晨晨上来讲一番MC 太暖心了 天哪好感动 我以后都让你帮我 好 都是暖心的事 我有一个很暖心的 一个小事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 还有什么暖心的事情 都小到一定要用这些 对 因为真的想不到了 就是 那你讲吧 就是我这次就是去 去韩国玩了 然后呢 我住了一个特别小特别小 嗯 大概 就从这 这三块再加一块吧 四块大概这么大感觉啊 然后那个床也只有一点点 我就只能躺在那 但是很贵很贵 你 嗯 住的是老鼠的窝 不是 很贵的 然后 就这么大 楼房 四个块块 然后对 可能再多出一个块块是卫生间吧 但是那卫生间就是也不是 就是情况不太好 但是 我这是我第一次住那么贵的地方 多少钱一万啊 一千多 一千多 为什么那么贵啊 嗯 然后那个店主挺暖心的 他一直说 你要不退了吧 你要不退了吧 他说因为我没打扫 你要不退了吧 我知道了 嗯 他是不是开这个店 根本就不是用来给人住店 啊 那是干嘛放着 不是啊 他就是做一些 嗯 嗯 啊 啊 啊 你说话住点 做一些其他用途 哦 但是就 没有想到有人真的会花一千多 这么贵的价格来住一个 嗯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地方住了 就是可能有节日吧 然后就 我就想着算了就住这吧 因为我也找不到地方了 我就是 因为是这样子 因为我打车 然后那个司机他摁了一串数字 好贵的钱 嗯 我说我没这么多钱 他 他有一种你拿来吧你 然后 把我手里全全 手里的钱全拿走了 然后他一数 就说哈哈 就这样让我走了 我就走了 就进了那个屋之后 就是也挺惊讶的 你怎么就把钱给他了 因为我没这么多钱 我说我只有这么多了 然后他就把我钱全拿走了 天哪遇到这么刺激 你就这么 主要是 没藏两张 哎呀当时我忘记换算一下 人民币了 对 然后就是这个 没有办法 然后后面这 这不是最暖心 你看我铺垫了这么多 这暖心吗 这也只能说暖心了 他毕竟就是没有找我要剩下的钱 对 你确定你手上的不够吗 对我手上只有两万多 他要快五万 对 你好容易被感动 五万是多少 五六三百块钱 三百多 对 好贵哦 我就坐了那么三公里 对 三公里 然后 然后后面我就进了这个屋之后 我就是 一直觉得不太行 我后面就是打电话 就是找刘贤 对 然后呢 他就是知道这个情况之后 他就跟 他说你把房东的那个电话号码给我 然后我就找房东 要了电话号码 后面他就帮我 要回来了一点钱 好厉害 好厉害 对 我唯一呢 就是 暖心的点在他身上 也是吧 也是吧 还蛮暖心的 因为你想想 就是 能帮我这个忙 主要是 他真能要回来 我还蛮惊讶的 因为我后面发现 原来他要回来的钱是清洁费 不会是把你押金要回来的吗 不是 是他这个房租是清洁费 然后 然后我忘了这个 他没给我清洁 对 让他帮我把清洁费要回来了 天哪 天哪好感动啊 我有钱了 好开心 不要自己 自己出门了 出门打了黑车 打去了黑店 不不不你不懂 这样子我成长了 因为我就是也从 就是他的身上 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从刘贤身上 就是如果我实在没钱 我就说我没钱 就是我跟他无法沟通嘛 他就没法找我要钱 他可能就把我赶走了 就零元够了 那你不就留落信了 就是 除此之外 我还真想不到 有什么暖心的小事 你们要是想不到 想一想恶心的小事也行 恶心的小事 我觉得还真有恶心的小事 我怕你们想不出来 我记得 你你你你 我是因为落宝的爸爸太臭了 然后呢 昨天回去送了我一个香薰给我 当时还觉得很感动 然后香薰刚打开放在那儿 然后请了一个打扫微信的阿姨 然后阿姨把我的棒棒糖 所有的笔都放在了那个香薰里面 什么意思啊 就是香薰它不是那个瓶装的吗 然后上面有那个 那个 他把那个香薰当笔筒 倒香 当笔筒了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东西 又拿出来的时候很崩溃 天哪 那那些东西都变香了 对啊 但是棒棒糖吃不了了 倒是 那 肥子是刚知道这个事吗 对 他刚知道这个事 重点 竟然是在棒棒糖吃不了了 上面 好 那你有没有什么暖心的小事 暖心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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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恶心的小事也行 恶心的小事 太多了想不出来 伤心的小事也行 伤心的小事 嗯 开心的小事 尴尬的小事 尴尬的小事 伤心的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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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想不想啊 我记忆太差了 就是让我想一些这种 这种 就是关键性的事件出来 我一时半会很难想出来的 我觉得人要那样子 因为我有时候记不住事情 我就会把它打开未忘录写一下 因为你 对吧 过了之后就真的忘记了 可是你要记什么 我以前有记过 但是从来没有讲过 是吗 我也有记过 就是讲一些生活中搞笑的事情 比如说跟 我想会发生的事情 也是挺搞笑的 对啊 就是怕下次要讲MC的时候忘记了 但是好像一次都没打开过 那你下次就是有讲这种话的时候 你就赶快看一看 好我下次把他拿出来MC讲一讲 然后也没什么其他暖心的小事了 对 觉得这个 这个MC也是怪尴尬的 以后可以 是尴尬的小事 尴尬的小事里面 好好好 行 我没有觉得尴尬 我觉得还行 我是啰嗦的小事 我好啰嗦 好就这样 谢谢大家 耶 MONTECbia 有这个程序 我走 前者 你的声音